从现在开始,像他一样,骑车在塞维利亚出行,获得城市生活的各种优惠政策。这是一种促进塞维利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。 用户只用免费地在平台上创建自己的信息,这个应用程序会累计用户骑车或走路出行的公里数。 比如该车行 健康出行50公里,收集100点,就会获得一个10欧的自行车检查券。 那么如何获得利润呢?给该车行带来一个新的客户便可以收到一定比例的资金。 通过这个项目,即使人们放弃开车选择走路,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。 一公里相当于四点点数,可以被用于理发店,这是一个照顾环境和个人经济的好主意。